这绝对是科幻迷们不容错过的传奇制作 它代表的不仅是科技的想象和制作水准的巅峰 更是点燃了科幻迷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 每一集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辰 每一次跃迁都是对未知的无谓挑战 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未来科技的魅力 其多元的种族设定展现出了宇宙社会的绚丽多彩 并且巧妙地将幽默与哲学思考融为一体 让你在笑声中领略到宇宙的无限奥秘 接下来让奥维尔号带领我们体验一次宇宙级的冒险 让我们的心灵在浩瀚的宇宙中自由飞翔 故事背景设定在400年之后 地球文明发展到鼎盛时期 全宇宙已经进入了星际时代 然而科技在发展的同时 人类不仅要抵御外族侵略 还要提防外星老王 男主爱德刚回到家 就目睹了令他血脉喷张的一幕 爱德面对如此耻辱的一击 毅然决然做出离婚的人生抉择 但上帝为你关上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一年后爱德被星际联盟司令叫到办公室 任命他为星际舰船奥维尔号的舰长 虽然爱德平时有些粗心大意 上班的时候还经常偷懒 但现在联盟船多人少 司令觉得爱德可以尝试一下 爱德从小就梦想能登上舰船 现在却让他成为舰长 爱德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在接任的同时 他举荐了自己的一位智友来当飞船舵舟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居然是司令给他挖的一个坑 爱德找到至交戈登 得知自己即将成为舵手机动的无以言表 其实戈登的驾驶技术在联盟中是出了名的厉害 结果却因为酒驾被撤了职 两人迫不及待乘上太空舱 奔赴太空战 戈登一时机动喝了两口 导致他们的太空舱差点变成过山车 好在他的驾驶技术的确过瘾 总算毫发无损抵达目标点 此时奥维尔号的全体船员早已整装待发 这位二十出头的女性是安全主管伯拉 她来自于一颗重力远高于其他兴起的星球 因此她一来到其他重力正常的星球 体能和战力就会暴涨 宛如一个低配版的女超人 这位黑皮肤的老黑是领航员 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工作期间能够允许她喝饮料 二副百图斯是个单一性别的种族 由于整个种族都是男性 只能通过基因工程繁衍后来 并且他们三年只续上一趟厕所 接下来是女医生 以她的资历完全可以去更高级别的战舰 可能司令考虑到艾德第一次当舰长 所以让她来帮忙 最后这位是艾萨克 来自凯隆星球的科学工程师 他们种族自视甚高 认为其他星球的生物都是低等的 但为了能留在地球研究人类的行为 他主动选择留在军舰 下属们每一个都大有来头 只有他这个舰长当的有些莫名其妙 大家寒暄认识后 奥维尔号就此与太空站分离 正式开启他们的守航之旅 行驶的途中 联盟司令部突然下达紧急调度指令 要求奥维尔号前往另一个太空站 接在新上任的大夫 让艾德大跌眼镜的是 这个上级指派的新大夫 居然是一年前律过自己的前妻凯莉 艾德强烈要求取消这一人事安排 但上级强调战时人手短缺 艾德只能勉为其难接受 很快凯莉乘坐太空舱出现在奥维尔号主舱 两人甘大相顾 凯莉就之前的行为表示歉意 称自己为了赎罪 顾兮抛弃了自己的团队 但艾德却无法原谅他曾经的背叛 当即就向他毫不留情痛骂一头 凯莉也瞬间火冒三丈 便称之所以当初背叛 是因为艾德太忙碌 未能满足他身心的需求 这样剑拔弩张的唇枪舌战 连指挥舱内的其他人也听得一清二楚 最后凯莉誓言只要司令部派来了合适人选 自己就立即辞职 无奈艾德只能黑着连与前妻并肩工作 整个指挥舱气氛凝重的让人都喘不过气 很快奥维尔号抵达目标行星附近 他们的任务是将补给投放至地表的科研基地 这时基地的负责人突然连线 紧张的说他们需要的不是物资 而是全方位防护 至于原由负责人老白坚持要等见面再说 很快艾德带领队伍来到基地 他发现这里圈养着各种基因改造的奇形生物 甚至连老白手中的种子也是通过改造的 可以在任何恶劣环境中存活百年 而且种子本身就可以当作零食吃 随后老白带他们进入了基地的核心区域 这里汇聚了多项黑科技成果 其中最耀眼的是通过操作可以控制时间流速 博士把新鲜香蕉放入试验舱后启动按钮 香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腐烂 一旁的物理学家解释道 里面的时间流速至少比外面快上一个月 而且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让时间流速变成100年 这项技术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 一旦被坏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奎尔辛的特工们早已死咬住这项技术不放 并多次发动窃取行动 艾德也意识到事态严峻 想把这里的情况通知二夫 然而就在这时 实验室里突然出现一名奎尔辛间谍 威胁所有人立即放下通讯工具和武器 一位科学家试图制止 却被间谍猛地推入那台神秘的时空装置内 紧呼吸的功夫就老成了一具尸体 与此同时 奎尔人的战舰也驶入了该区域 但奎尔人并未攻击奥维尔号 反倒让二夫他们一脸猛圈 奎尔人派战机直扑地面 艾德本想趁机呼叫支援 但在间谍的逼迫下 只能谎报一切正常 好在罗拉果断出手 一记大板砖砸晕了奸细 眼看奎尔人的部队已经赶到 奎尔战舰突然发起攻击 奥维尔号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防护罩被击碎 不得已奥维尔号只能做出还击 这边艾德命令所有人收拾设备后撤 却被一道铁门阻挡 罗拉剑撞一个助跑撞开铁门 几人集中火力掩护罗拉 罗拉也不废话 抱着设备一下就跳回了太空舱 几人紧随其后 驾驶太空舱开始撤退 可刚飞没多远 一名奎尔特工在众人身后出现 艾德一个急杀 没有安全带的奎尔特工直接摔晕 此时奥维尔号还在与奎尔战舰周旋 在戈登的神级操作下 飞船的三个引擎还剩一 掉落的引擎碎片撞上了太空舱 导致他们完全失控 幸好二父临危不乱 他打开奥维尔号的降门 让戈登随时准备用飞船接住艾德他 虽然戈登平时不太靠谱 但在关键时刻还得指望他 最终他控制奥维尔号 有惊无险地接住了太空舱 此时母舰已严重受损 艾德为船员的生命考虑 只好交出实验仪器 但奎尔人还不知他们已经重疾 凯利让博士设置了定时启动 把时间流速调成了一百年 然后将一粒红杉种子放在上门 奎尔人收到仪器后立马输入激活指令 下一秒种子光速生长 一颗百年神术 直接将奎尔指挥剑称的粉碎 奥维尔号大获全胜 事后凯利表示已找到合适的大夫人选准备离开 然而经此一一艾德改变了主意 因为没有凯利飞船可能已经不在了 艾德希望凯利可以留下 其实凯利也不想真的离开 他想借此机会挽回他们失败的婚姻 但艾德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当上舰长 都是凯利的功劳 当初两人离婚后 凯利为了让他重新振作 不惜动用关系找到联盟司令 而联盟司令是他父亲的战友 这才让艾德当上奥维尔号的舰长 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都需要人情世故 飞船行驶不久后 二父向艾德请假 因为他的弹药孵化了 在这二十多天里他要保证弹的安全 可艾德刚给他批完产架 紧接着奥维尔号就收到一条求救信号 发送信号的是一艘联盟运输船 刚好这艘船的舰长是艾德的好友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艾德的父母也在运输船上 他们声称遭遇奎尔战舰袭击 船只瘫痪在原地等待救援 一番加长离短过后 艾德带上凯莉乘坐太空舱过去对接 两人踏进飞船内部总感觉哪里不对 突然灯光闪烁 两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此时奥维尔号的众人也发现了异常 之前那艘求救的运输船居然是全体投影 而且里面的生命迹象完全消失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 罗拉心急如粉 艾德临走前把指挥权交给了他 现在老道的二父百图斯还在孵蛋 罗拉只好灌点白酒强坐镇顶 他命令飞船把投影设备吸过来看看 可没成想这居然是一枚炸弹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设备已经自行隐望 起降舱大面积受损 想要修复最起码也要几天时间 看着满船的伤员罗拉被感自责 罗拉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司令 司令说绑架艾德他们的是卡利文人 科技水平领先人类几千年 现在艾德他们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他让罗拉放弃营救 等飞船修复后立即返回 船员对上级的决定极为愤怒 商量过后他们决定抗命上级自行营救 此时艾德和凯莉在一处房间内 仿佛回到了一年前的家里 唯一不同的是 这道房门怎么也打不开 既然出不去两人干脆享受起了二人世界 聊着聊着两人想起了从前 他们明明深爱着彼此 却因为一时冲动被蓝精灵钻了空子 第二天醒来 一对卡利文母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艾德想问问这里是哪 谁知两人静止走开了 这是对面的开口说道 这里是卡利文动物园 所有关押的都是给游客观赏的动物 邻居劝艾德不要做无谓反抗 自己都已经被关八个月了 而他隔壁的生物已经被关了三十一年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相比而言 艾德他们的房间条件还算不错 与此同时奥维尔号已经完成修复 为了避开卡利文的怀疑 工程师将飞船改装成卡利文战舰的门娘 巧妙地骗过了卡利文的巡逻舰 发现艾德他们果然被关在这里 随后工程师带着罗拉来到动物园 见到了两位长官 艾德见到救星很高兴 但要逃出这里并不容易 工程师提议可以找管理员谈判 由于他的种族也属于先进文明 管理员对他很礼貌 工程师称两人是他们园区跑出来的宠物 现在身患疾病急需带回去治疗 谁知管理员听到后 直接下令处决两人 眼看两人就要死在激光之下 罗拉开出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条件 总算说动管理员放人 你肯定想知道罗拉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老旧蝶片 因为卡利文人无非是想进一步了解人类 而有了这上万部肥皂剧后 卡利文人已经完全勒不思数了